刚才提到在505之后 单一族群政党的路还能够走多远 正因为这样 现有的单一族群政党 特别是滑稽政党 也面对了很大的压力 无论的马华 自从以来 华社被马华是又爱又恨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大学里面 他们一直在摇摆 自治行动党公寓觉得 不能够让马华输太坦 公寓觉得对马华也太失望了 又转去自治行动党 就是无论如何他摆过去的 之后就一定会逮回来的 也因为这样 经过了308惨败之后 马华总会让蔡西利 他在505大选之前 还记得吗 他还是信心满满的 叫党员不需要害怕行动党 因为在历史上 他说马华跟行动党在历史上 就是交锋过十次 也不是每一次行动党都赢的 他说马华打败行动党 总共七次 只有一次打合 两次莫败 所以呢 那时候他就叫马华 不需要恐慌 结果505成绩一揭晓 马华真的是输到 所剩无几啊 那过去这些年来 马华在华社的形象 虽然好不到哪里去 马华给华社的印象就是 不断强打所谓的服务牌 最有名的就是 他们的公共投诉服务局了 天天都有新闻箭报的 因为这样 有人就批评 说马华是逃离政治 没有做好自己的政经事 去搞政治 则跟马华认为福利机构 还有一些评论员也批评他说 说他只是一个邮猜 Postman 华社有什么问题 马华就要向那个传达 可不可以 根本不到马华说了算 而且最惨的是 很多时候一些不利于 华社的政策出台之后 引起华社的强烈不满之后 只看到马华无助地 扮演着修补的工作 或者是消防员的灭火工作 哪里有问题就是哪里灭火 那这些在308之前 大部分的华人 只是把他看在眼里 但是好像也不能做什么 然而308之后 赞美势力越来越强大了 现在的华社 有了其他的选择 已经不再忍受 这些消防员 装修劳 或者是犹太的角色了 华社要的是 真正从政策上下手的人 那就连蔡侵略在大选前提出 如果成绩比308更差 会不入格的决定 也没有让华裔选平回心转意 他们的成绩比1969年更糟糕 1969年的全国大选 马华派出了33个候选人 竞选不会一行 但是只赢得了13行 那当时候的总会长 陈修信他就宣布说 既然这么差 马华就退一处政府 在那个时候 华社呢 是一片上上下下 纷纷要求马华重回内阁的 说在政府里面 没有华人代表 结果华人 马华呢 是在一大局为重的前提下 重回内阁的 但是这一次 马华不入格 似乎对华社没有什么影响 到现在啊 也没有人出来要求马华 重回内阁 这不算讲也只是说 是啊 内阁是需要华人的 但是也没有说一定要是马华 那我们说过了 308大选中 我们的政治生态已经不一样了 虽然马华还是寄望华人选民的 宗百论继续有效 但是华人却没有在505摆回来 支持马华 而就算没有获得华裔选民的资质 马华依然寄望马来选票回流 结果除了部分地区的马来选票回流之外 其他地方其实并没有回流 反而流失了更多的选票 那这个将是以后的政治生态 因此 马华再也不能够寄望下期大选 你要靠马来选票回流来打翻身战了 已经不能了 同样的 明年里面的行动党也一直被批评说 他们走不出华人色彩 就算505拿下了历来最好的成绩 但是 其他地方他们赢的选区 还是华人为主的选区 都是华人选民在40%以上 跟乌亿马来选民在50%以下的选区 那在现在这种以跨族群为主要议题的氛围里面 行动党如果没有改变 还是依赖单一族群的知识的话 他迟早也会步向马华的后层了 所以如果他要跑得更远更久 他就必须冲冲华人选区 那这个呢 就是308 505后的政治生态 种族议题已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了 以后的政党要成为政治主流的一股力量 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们必须要走向多元开放的路线 而不是依靠种族情绪 种族情节来获得支持了 所以说308和505这两场大选 是我国历史上标志性的选举 我们以后的政治方向就是从308 505后重新出发 从现在开始到下一届大选 我们就看看国子会做出怎样的调整 来回忆308和505所带来的冲击 好了今天感谢大家说完新闻 东海点下个礼拜同盘时间 我们再见